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万里长江带来富饶 但他并不友善 千百年来他扮演着两种角色 既灌溉着凉田 但一到讯起 肆虐的洪水威胁着沿岸的百姓 1998这个数字总是围绕着每年的七八月 阴影挥之不去 长江流域今年可能发生1998年量级大洪水的分析和预测不断出现在各种媒体上 今年的防汛形势相比1998年又会如何 会不会再现当年的大洪水呢 1998年持续了42天 2016年持续了31天 到目前为止 今年的暴雨持续了39天 1998年到底是下了多大的雨 让大陆民众每年此时都担心害怕 22年前的那个夏天 气候异常 暴雨频频 7月21 22日 武汉成了一座头顶水缸的城市 泛滥的江水超过了警戒线 远高于武汉市的地面 洪水一直延续到8月中旬 不但没有减弱 还更加凶猛 长江流域300多公里的干堤 岌岌可危 1998年8月7日 位于江西省的长江九江大堤 经过了50多天的冲刷 已经不堪负荷 在中午发生了溃堤 堤防被撕开一到五六米宽的溃口 民众在情急之下 把一辆大卡车推入江中 并投入五万多顿的土石和三万多顿的粮食 但都于事无补 行驶在水面上的大船 怎么起得了作用 十几分钟后 溃口已达20多公尺 洪水正以每秒1000多立方米的流量直逼九江市的河西区 但在那个没有三峡大坝 科学调节洪峰的年代 与洪水对战的就只能靠人们自己 但堆得再高的沙包 要与大自然搏斗仍是困难重重 大陆当局号召700万军民抗灾 时任大陆国务院总理朱隆基和担任国家防训抗旱总指挥的副总理温家宝 赶赴灾区调节 时任大陆国家主席江泽民 并向全国发表了决战洪灾的总动员令 现在一天 面临到我们长江抗洪 强险的 黑战性的 我们要提高警惕 千万不可麻烦大陆 一九九八年的长江洪水 让二点二三亿人受灾 三千零四人死亡 四百九十七万间房屋倒塌 上百万人失去家园 数千万亩农田减产绝收 数亿斤粮食复支东流 直接损失达一千六百六十亿元 那一年不只是长江出现七次洪峰 北方的黑龙江 嫩江 松花江也爆发了 一百五十年来最严重的特大洪水 中国二十九个省市受到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 江西 湖南 湖北 黑龙江四个省份最为严重 但那一年为何会发生如此大的洪水 归其原因有二 一是一九九七年百年一遇的圣阴现象 引发了气候异常 随后的反圣阴现象再度加剧了汛情 统计表明 每年圣阴现象发生的第二年 中国夏季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洪灾 二是长江中下游湖泊尾肯造天的情况严重 洪灾湖水域面积从1949年的四千三百五十平方公里 缩减到两千一百四十五平方公里 固然湖在四十年间缩小了五分之一 还有数百个中小湖泊永远地从地图上消失了 直接导致河湖蓄湖能力下降 双重因素叠加导致水位异常抬升 酿成灾难 二十二年过去 长江又历经了什么 中国三峡工程投入应用 在洪水预报监测水利枢纽联合调度中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专家说 如果没有三峡大坝 2020年的洪灾毫无疑问会超过1998年 7月12日临时 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测得水位达22.53米 超过了1998年的22.52米极值 江西武警官兵在一线奋战了七个日夜 其中有许多人亲身经历过 这个98年的时候 其实到时候说98年的这个大洪水 然后那时候也是 家里基本上都被洪水似乎没有了 98年洪水淹没了我的家乡 那时我还想 只能看着洪水 是远而不冷去 想到过去就会再加把劲 挖坑逐蹄 但在先进的科技 仍需要接受大自然百年一遇 千年一回的残酷挑战 2020已成为另一个难以承受的痛苦回忆